打電話給法國 法國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說什麼你想來法國是不是 對啊你是誰 我是新聞局的 誰誰誰誰 真的假的 因為一直聽科長講說你想要去法國 所以我們安排好你可以來法國 我就想說這就是怎麼回事 我就想去法國了 所以其實冥冥之中得到很多人的祝福 我真的也蠻感謝很多人 有一首歌讓我聯想這件事情 因為部落很久沒有辦旗旗旭 旗旅旅 旗旅是那個下一堆雨 不是水裡面那個這樣 所以我們是靠海邊的 好 當然通常在辦這個 這個季節很久沒辦 但都然已經快30年沒辦了 因為自從教會之後 自從有高科技氣象新聞報告的時候 可是以前呢,在开始插秧的时候,需要水灌溉的时候,就会办这样的祭典。 然后都是请部落里面最有大爱的老广妇人来提部落的请求。 然后我听了这样的故事,我就写了这首课《奇异的夫人丹》。